老照片,刘湘治下的四川,三十年代的成都生活。 北纵真宗先平年间将地处金四川盆地一带的川峡路分为益州路、紫州路、利州路或奎州路,合称为川峡四路或四川路,后来简称四川,四川由此得名。 民国元年1912年,撤销到一级建制,开为省之辖府、州、厅、县、省会设在成都府,民国十七年1928年9月1日,成都市为四川省会。 据史书记载,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的古楚国开明王朝九世时,将都城从广州帆乡双流迁往成都,构筑城市。 但依据现实挖掘的金沙遗址看来,成都建城市可以追溯到距今三千二百年前,成都境内地势平坦,和网纵横,物产丰富,农业发达,蜀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,自古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。 民国十七年1928年11月7日,南京国民政府财四川省临时委员会,至四川省政府委员会,下设民政、财政等四厅,刘文辉为四川省首任省主席。 1934年11月,刘湘到南京拜见蒋介石,蒋,刘双方互相利用,达成合作条件。 1934年12月,蒋介石宣布改组四川省政府,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,和川康绥靖公署主任,并授权刘湘撤销各个军阀的防区,统一指挥川军,统一四川军政,拨给刘湘五百万元的缴斥经费,批准刘湘发行四川善后公债七千万元,刘湘则同意开放四川门户, 允许中央军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,刑营参谋团略别动队入川,蒋介石多年的收服四川的梦想得以实现。 1935年,刘湘开始着手统一四川的行政,财政和军政,为了加快四川的统一步伐,促使地方中央化的首要任务,就是打破防区,与地方政权脱离关系。 刘湘作为主席,带头打破防区制,将军民两政分开,使军阀与地方政权脱离关系,从而使军阀失去了耐以生存的基础,为川镇改革开辟的道路。 虽然其改革有为其军费和政治服务的目的,但是毕竟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。 首先,统一臂制,臂制的统一结束了四川历史上可派军阀乱开银行的局面,从而有利于四川日后经济的发展。 省政府成立后,开始对田赋进行改革,规定从1935年3月1日起,田赋改为改为一年一征,采取一税制,废除车捐杂税。 民国26年1937年,中国抗日战争爆发,中国沿海沿江各类工矿企业,高等学校和文化团体,分分类牵制四川,成都成为中国大后方。 如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浦军校于1937年先至成都北教场,一直到国民党败退出大大陆前,没在变更校址长达十一年,除短训班外,有十七学员毕业于成都。 又如南京金陵大学,金陵女子文理学院,山东西鲁大学,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,急续木兽医,系于1938年前后,分别迁到成都华西坝,华西坝后被称为大后方之天堂。 香港大学医学院,也于抗战时期,迁于成都政府接办学,上海光华大学迁于外溪光华村,成为现在西南财经大学的前身。 民国33年1944年6月15日起,轰炸日本本土的美国飞机从成都及其附近的新津机场、琼莱机场、彭山机场、广汉机机场出发,出击900多架次,为抗日战争做出杰出贡献。 在国民政府前台前,成都是美国在远东最大的空军基地,成都,1932年到1938年,摄影资料,哈里森福尔曼。